我们都知道 大部分其实比较在中南部 可能一般我们大家的印象会觉得说 农民其实一向都是 很挺民营党的嘛 对不对 每一次出来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农民 他们真的是 没有办法要找谁来帮忙呢 像是凤梨之外 今天也有传出 下一个可能会是莲雾 那莲雾的话更惨了 因为莲雾 大家知道它的保存期 其实更短一些 这样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你要销到这个欧美啊 也因为这个航运 或是一些空运的部分 它可能导致它的成本会更多 所以现在今天有传出说 六规连雾下周可能订单要喊咖 但是今天官方有出来讲说 没有这个只是 这个商业 他们自己并不是国家的一个政策 但其实还是要担心 对不对 当然尤其是民进党政府 最害怕的应该就是 造成一个骨骸效应 如果中国大陆真的有其他的考量 或者有其他操作的想法 而一个一个的对台湾 大量的这个农盘农产品进口 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限制 那么对台湾的农业来说 一定会造成很严重的冲击 可是我要问民进党政府 一句话的是 中国大陆过去买了 我们台湾这么多水果 从台湾到底得到了什么 得到的是民进党 无穷无尽的羞辱跟谩骂 得到的是民进党 想尽各种办法 在升职于台湾内部的仇中意识 我要请问蔡英文总统 如果今天你是中国大陆政府 你还愿意买下去吗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民进党 这种伪善的真面目 你一方面批判中国大陆 一方面丑化中国大陆 还要去赚人家的人民币 人家不让你赚人民币了 你又再反过来再骂他一次 这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吗 所以如果今天 真的中国大陆要采取这样的方法 我真的替我们台湾的农民觉得悲哀 有这样的政府 事前也没有做任何的部署 现在才跑过来缩嘴 来跑过来画大饼 然后想尽各种办法去得罪 我们最重要的 这个主要的农产品外销的市场 的这些国家 说实在的 既帮不上忙 反而去扯后腿 这样的政府 真的当补药不行 当泄药倒是挺有办法的 所以今天像是朱伦伦市长也就说了 真的是这些果农 他们需要一个道歉 蔡政府你是不要出来跟他们道歉 因为过去 当然应该道歉 都好像现在就是一个很梦幻的泡泡 就这么破灭了 当然我要讲的是 我刚才就跟各位提过了 如果你今天认为台湾的农产品 对中国大陆的市场 益存度过高 我们给了你五年多的时间 2000个日子 你为什么什么事都没有做 你到现在 你的现场才跑出来说 我们现在做超前部署 超什么钱 现在做的部署只能为了明年 我们的凤梨都已经产出来了 你要怎么超前 买不出来 要不要民进党的潘梦安自己把它买掉 不可能的 你最后又是要我们国军来吃 营养午餐来吃 要全国的人民来吃 刚才雅廷也说了 一个人一年要多吃10颗凤梨 还不是小凤梨还是大凤梨 所以用这种办法 最后只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我觉得这样的政府真的很悲哀 当然欠台湾的农民一个公道 跟一句道歉 不过看起来这个凤梨大县 包含了像是潘梦安 红卫哲 他们倒是蛮乐观的 还是说可以销日本 我可以去换红酒 丝毫没有觉得说 我们现在真的 我们觉得很抱歉 请他们做做看 要不要立个军令状 如果做不到他们就辞职 不要等着老百姓来罢免他 否则一个政治人物 不能够总是用画大饼的方法 来平息民怨 来欺骗人民 现在做真的这么简单吗 随口讲两句 就可以把东西送到日本 送到其他国家去了 我一点都不这么认为 当时韩国渝市长 用了各种办法 不管是中国大陆 香港 东南亚 民进党政府是怎么践踏 跟羞辱他的 过去民进党这五年多 什么都没做 现在要来骗我们 说现在来超前部署了 黄伟哲跟潘梦安 敢不敢 当的媒体公开讲这句 如果卖不出去 他们两个就辞职 以泄国人 不需要切负 好 所以看到刚 我们今天有看到包含了 像陈玉珍他就说了嘛 其实用 当然我们很乐意 我们大家很乐意 支持台湾的果农 我们很乐意吃台湾的水果 但是这不是一个 正确的 或是说唯一有效的方法 你每天吃这么多凤梨 或是说你要去吃这些水果 你是不是又排挤到其他水果 其他果农的生计 也会有影响 那或者说现在没办法出口 其实不只是果农 甚至对于包装业 只是周边 大家影响是非常的大 就如同雅婷说的 陈玉珍委员说的没有错 凤梨无法外销到中国大陆 政府就边预算买凤梨 然后叫台湾人民 掏口袋的钱来买凤梨 叫我们吃凤梨 如果接下来联屋卖不出去 是不是也要边预算买联屋 然后用我们口袋的钱 再掏钱出来买联屋 自己吃联屋 可是如果哪一天换世家 也是如此的呢 民进党政府是要让台湾人民 以后什么都不要吃 三餐就吃水果就对了 我们以后就吃水果餐就对了 什么都不用再吃了吧 这是什么逻辑啊 就一个政府最后只剩下这101招 就连第二招都没有 永远就是用新台币来下架 民进党至少拿个第二招出来吧 就连第二招都没有 就剩这一招 而且说难听点 这招不是民进党的 这招是台湾老百姓的 预算是我们的纳税血汗钱 口袋掏出来钱 下架这些水果的 也是我们自己的钱 不是蔡英文的钱 不是民进党政治人物的钱 所以先前已经花这么多钱 在这个要来宣导新南向 我们的成果怎么样很棒很棒 这个钱都花了 现在看起来不但没有 好像得到实质 我们能够拿到一个这个帮助 就现在又要拿什么 又要拿钱出来 再来去把它下架 所以从欧到尾人民就是 洗汗钱不断的拿出来拿出来 但是我们也给了蔡政府这么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 现在这个凤梨下不出去了 就是所有的梦幻就今天就扑灭了 甚至接下来就像刚刚我们立委说的 为了还可能现在很担心骨牌效应 虽然现在看起来他们是蛮乐观的 但是大家真的心里非常担心 我们今天也谢谢立委接受我们的视频 感谢你 谢谢雅婷 谢谢 那持续我们再来关注就是呢 大陆就是宣布 3月号开始禁止台湾的凤梨 所以现在在高雄大树的凤梨卜 它原本种植面接50甲 已经要采收了 准备要出口了 没想到被弃单上百货柜 它损失的金额上千万 真的欲哭无泪 但现在呢 现在民党部分是不是全党都要开始来救凤梨了 副总统赖清德来到台南的 媒合企业认购 屏东县长潘孟恩 他是风贵出口日本 看起来非常的风光哦 他说长期的超前部署 消日本有机会渴望翻倍 但是果农怎么说 大陆出口量是日本的9倍 这个数字实在差太多 你要用其他国家的来弥补这个量 根本没可能 好 现在看到呢 是凤梨季的产季 我们的凤梨确实又大颗又漂亮 而且是非常的甜 但大陆宣布3月1号开始 禁止进口台湾的凤梨 现在种植凤梨的农民 真的叫苦连天 我们可以看到凤梨博 林毅就说了 他真的是哭了一整夜 亏本至少是超过千万元 还有凤梨王子说 明年啊都种下去了 现在要不要雇产了两难 现在弃单上百货柜 好 下一个会是联屋吗 会是世家吗 因为在世家的部分 有九成也是消往大陆 年产值有12亿元 那其实除了这个农民之外 他们也会要雇一些采收工 所以一天砸下上万元 包含一天呢 就是有1500到1800 你要雇一个人来采收 现在连带不只是农民受影响 这些采收工 他们的生计 也可能要受到影响 不过政府现在相继就提出了 10亿元的补偿措施 但农民说补助只是一时的 常常都是看得到也吃不到 而且政府也没有提出相关的配套 所以未来这个凤梨田 到底要不要继续种下去呢 而且内销的话 大家能够吃了这么多吗 不知道 我们可以看到说销日本 但是日本的话是百顿来计 而且在日本检疫是比较严格的 销大陆是万顿来计 小三通模式入关是很简便 那如果说要到欧美或是中东 当然时间比较长 所以空的成本又更加高了 至于在新南巷 刚刚看到新南巷卖的真的很少 消费力是十分的疲弱 所以农民现在真的非常担心 新南巷从一边 副修行